温哥华美生活 哈喽大家 哈喽大家 最近来登录的朋友 好像越来越多了 而且还有我非常熟的朋友 也在问 说马上要登录了 有什么要准备的 其实我们以前做过 对 但是大家都不爱往前翻 因为做了很多期节目了 找也不好找 对 其实我也不爱往前翻 一样 对 因为那时候的脸 跟现在脸不太一样 我发现了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 简单的聊一聊 给大家简名额要的聊一聊 登录前 登录中 登录后 你到底要准备什么 这是实用题 是吧 对 那现在已经咱们登录 过了三年了 是吧 其实有很多事 再回忆起来 发现 煽烦就简 有好多当时觉得 特别琐碎 特别难的事 其实反而不重要 重要的事 我们总结出来 有几条 登录之前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 要买保险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新移民登录的时候 当然都知道 加拿大这边 是有医保的 是吧 全民医保 但是刚登录的时候 有可能你还有 至少有在很多省 比如说在BC省 你有三个月 是没有拿到医保卡的时候 你还是要cover掉 这个期间的医疗 和其他的可能出现的风险 就是一到三个月 这个时候 你没有加拿大的医疗保险 这个时候 如果万一在这个时候 有一些急症 需要看医生 对 这个时候 你就用得上这个保险 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 特殊世纪 然后还有刚来的时候 有一个随途无福 或者不适应的时候 这个提前买好一个 三个月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旅游险 也好 或者什么过渡期的保险 花不了多少钱 买个踏实 应该是几百块钱加币 就能解决这个大问题 解决大问题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 先提前解决这个后顾之中 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呢 租房子 对 租房子其实特别重要 你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找了 我们这边的亲戚 帮我们租好了房子 所以来这以后 就特别踏实 租好房子 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事 第一呢 是你心理 是吧 来这以后你有个家 第二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是 你的枫叶卡 过关的时候 要提供一个地址 如果你提供一个 自己的地址 过上那么一段时间 也就很快 其实 特别快 一两个月之内 应该就能收到 这个枫叶卡 对 还有一个呢 当你有了一个房子的话 你来这以后 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 去在周围转一转 感受一下 对 但是 同时提醒大家 其实呢 小孩子这个时候 上学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先让自己安定下来 然后呢 在整个的这个大温地区 您转一转 对 再决定孩子在那上学 然后未来您的家 大体上安在那 其实呢 肯定很多来的朋友 也看了很多 关于大温的介绍 包括我们的节目 也介绍了很多 但是 以我们的亲身经验来说 看任何介绍都 不会有一个全面认识 只有你来到处转一转 才有用 是吧 对 因为这个各地的这个 我们跟您说 什么 Richmond 中文 这个是吧 你不汇都行 在那只要汇中文 就是畅通无睹 是吧 还有那个温西 有多好 什么本拿比那边 多方便 当你不来的时候 这些永远都是一个概念 对 其实我觉得 大温地区的每个城市 都有每个城市的好 关键就是看 哪个城市的气场 跟你比较合 对 还有一个就是将来 你选择生活的 您是需要想住一个 稍微这个 清静幽静的大房子 还是比较有 这个城市生活的公寓 还是那种 结合两个优点的 townhouse 是吧 这个都需要您来以后 其实才能有亲自的感受 因为很多人说 温村就是温村 是个大冬村 实际上不是 他可选择的各种感觉的地方 其实挺多的 就是他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中心 其实生活都非常便利 所以这就看个人的喜好了 对 提前 先设定一个地方 住下来 然后不着急 将来是孩子上学的事 因为这边上学 其实很方便 先带着孩子一起 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 先去适应一下 这的生活 看看这到底什么样子 然后再选择您 具体的生活地址 对 其实就是只要拿到租房合同 您就可以去带着孩子上学 非常简单 对 而且各个城市 其实大部分这么多城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好学区 有很多 有我的朋友就问了说 到底小孩在哪上学最好 这玩意没有最好 哪个城市都有好学校 而且呢 哪个城市的学区也不是那么固定 因为我觉得来这的华人 其实好像经常会 尤其刚移民 肯定会有一段时间 会换一下呀 或者尝试一下不同的地方 所以不要来这之前 就想着说 我一得一劳永逸 固定一个地方 很难 不太可能 我们这三年经验之谈 就觉得一下让自己 set it down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当然你还有一个可能 有些朋友说 是我先找个酒店住 是吧 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酒店跟这个居民区 就是跟你租的房子住的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关键这个酒店呢 挺贵的 说真的 就是大湾地区的酒店 都挺贵的 而且呢 你说住多长时间合适呢 是吧 一周两周 对就急嘛 是吧 这不像有个住的居民区 留个自己的房子 能够 比如说先租上三个月 是吧 我们当时先租了三个月 但实际上我没住完三个月 我住了一个月 就买的房子就搬走了 但是不影响 是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认识的一些 可以帮助大家租房子的一些房产经济 或者是买保险的 当地的 我们用过的比较好的经济 其实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对 当然你如果有自己的朋友 或者家人在这边 他能帮你推荐更好的 这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 是的 就是 这我们之前也说过 选经济 无论在这边是 这个房产经济 还是这个保险经济 还是将来你会遇到的贷款经济 包括买车的人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口碑 对 就是您的亲戚用过 您的好朋友真正的用过 您相信的人用过 所以他们给您推荐的 其实是最好用的 因为每个人 经济都会给自己做特别好的广告 是吧 还是有口碑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提前就租了房子以后 然后提前买好了保险以后 其实其他的事都是一些简单的事 还有一个我觉得 就是 我们是现在是说登陆前 登陆前的 登陆前 我都已经想到登陆后的事了 想太多了 登陆前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驾照 对 对 这个也很重要 有关车的事 这就一些 稍微细节一些事 也可以给大家提醒一下 是吧 有关车的事 一个是驾照 在这边刚开始 你来这儿是可以用中国驾照 在这边开几个车的 还尤其是 如果您的驾照是 好像是两年以上的驾龄的话 您是可以到这边 不用再通过这个什么实习期 直接就可以公证一下 就可以比试 参加比试 比试完了就可以约录考 就可以换这边的正式的驾照 这个有关公证的问题 有很多朋友来问说 我需不要在国内先公证一下 或者是国内的公证认不认 其实这个提醒您一下 这个东西完全不着急 来来到这之后 就是这边有很多公证的地方 然后也花不了多少钱 很便宜 然后您拿到这个驾照的公证 就拿到这一张纸 相当于就是一个翻译件 对 持着这个翻译件 您就是可以上路开车了 实际上在这边 就是那种持牌翻译 它给你翻译一个英文版的 你的驾照 然后它在 现在它的名字 它的本身是注册的 持牌的公证和翻译 它的这个翻译文档 就管用了 包括您在这边 拿这个持牌公证的 翻译的文件的话 就大街上开车 有警察拦下来的话 他看不懂你这中国驾照 这是什么 然后你把这个给他也管用 是吧 还有一个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拿着中国驾照 然后在加拿大这边开车的话 建议您在网上搜索一下 这边的一些交规 提前学习一下 这样的话呢 来到这之后 您开车心理就基本上有底了 对 那我也可以给您 我们也可以给您提供帮助 如果来之前的话 您愿意学习一下的话 您可以在留言 或者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我们给您发在这边的驾驶的一个 比试题 还有一个叫 Be a Smart Driver 还是什么 就是在这边的一些交规 一些需要注意的中文和英文的文件 您提前学一下 到这边 没准您落地就可以去直接比试 考完了就可以驾照 您这开的好 哪本多好 是吧 那这个题呢 我们也可以免费的私信分享给大家 对 还有一个有关车的事呢 就是您来之前的话 老司机嘛 肯定您开的特别好 就是最好去这个保险公司 开一下您这个 您和您家其他开车的人 然后这几年没有出选的记录 这是保险公司开的 超过两年或者三年以上的话 您来这边拿这个保险记录 在这边买车再上保险的话 就有折扣 对 省钱 对 省钱很重要 还有一点提醒大家 如果就是您到了加拿大之后呢 如果想考这边的驾照 那如果当您拿到这边的驾照之后 那您中国的那个驾照可能就要被收回了 要上交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想办法 因为你这个驾照 一旦交上去 将来您再回中国那边的话 可能就没有驾照了 但是没关系 如果再回国的话 可以补办 可以补办 就是挂施嘛 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有个小技巧 您这个提前挂施一下也行 当然这个可能有点 反正我就觉得大家想办法吧 自己 自己肯定有办法 我们只是提醒大家 就当这边的驾照再焕发的时候 它会收走您的中国驾照 最重要的事 搁在最后边 就是来了以后 您可能还会有很多需要再带过来的家具也好 需要带过来的这个 您的私人物品也好 可能价值比较贵 是吧 作为新移民的话 您这个第一次登陆 您先来的新移民阶段 来带这些东西是可以免税的 但这个免税的是要有个文件 以我们私身为例 我们当时呢 在登陆之后 过一段时间 用一个集装箱 把我们原来用灌的家具啊 包括一些电器啊 一些皮皮怪怪啊 什么都搬过来了 但这些东西呢 最好是您在登陆之前 在移民局的官网 下载一个它的表格 表格呢 可以填写您 即将要带来的这些所有的家具 和您随身物品 拍照片 填写 登陆 登陆的时候呢 在办那个 就在机场 办那个 下了飞机 就到海关那里 然后提交给海关人员 他们给你盖张 盖成张 那么将来您的这些家具啊 通过海运来的时候呢 就不会收取一分钱的这个税 因为加拿大购买这些商品呢 税非常高 至少是13%的税 那这部分钱您就能省下来了 而且这边的家具本身也比中国贵很多 对 当然了 这是有一些家具爱好者 对 就是由您特喜欢的家具 是吧 有设计感的 然后呢 你的材料呢 也比较贵重的 我觉得还值当 您去做一下这个list 然后到海关那去给您改章 如果说家里现在都是那种一家呀 这边的一家也一样 对 所以这种的话也就算了 因为海运的钱也不便宜 当然有一些 刚才我说家具爱好者 的确我也听说有个朋友 喜欢红木家具 然后在加拿大买红木家具 哪可就贵了去了 他在来之前 专门去广东订了一行 全新的红木家具 然后拍照片 也可以第一次新移民免费带来 对 其实呢 包括一些就是不只是这样红木家具 我想就是中国传统的那种风格的 中式风格的家具呢 你要是在加拿大这边寻找的话 也很难 而且价格非常高 所以说如果有这些打算的朋友 想在登陆之前的话呢 就把这些工作呢 都准备好 不只是家具啊 你看我将我当时还带来 我的这个发烧音响 家庭影院 反正您喜欢的一些价值贵重的 您的这个家司 甚至什么首饰啊 表啊 包一类的 还有就是贵重的一些奢侈品包包啊 这些都要在那个list上 但是他的包我拍了好多张照片 对 如果要是不拍的话 人家就认为是在这边购买 新买的 对 新买的有可能就会收你的税 对 说到这儿有关免税的这件事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提醒的 就是您在登陆之前 最好找一个公正的地方 把您现在持有的房产 也做一个公正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证明这些是你在移民之前 您的资产 这样的话 当您移民之后 将来您把这房子卖了以后 再带过来的话 只用收您卖和您公正之间 增值的部分的税 对 他就不会再收您原来的房产的价值税 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其实说到底 也就是说您移民前的资产 如果在这边报税的话 它是不收你的税的 对 还有一些琐碎的 我再给大家快速的说一下 其实大事已经说完了 就是您的这个护照看一下 一定要在六个月有效期内 这个提醒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其他的就是您的所有的证件 我建议您都是给它复印一下 是吧 留底备份 然后带这些过程公共证 然后各种您的这个毕业证 我们当时呢 是把他所有的 我们需要用到的证件 公证 毕业证 成绩单 所有的扫描 然后呢 留在了电脑资料 手机微信 收藏之类的 给带过来 事实证明 很有用 对 好 那登陆前呢 其实大概的事都是这些 至于还有很多 我看以前 其他人写的单子上 说您要带了什么衣服啊 什么瓣瓣罐罐啊 那就看个人爱好 包括什么罐瓣罐 其实个人爱好 但是以我的 这几年的感受是 这边啥都有 尤其来温哥华 其实带了也行 不带也行 您个人选择 好吧 有跟登陆前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些 是吧 有关登陆中和登陆后 下期再跟大家接着聊 谢谢大家 欢迎关注转发评论 谢谢 拜拜 拜拜